近日,美国加州洛杉矶著名华人区钻石坝,Diamond Bar,发生一起警方当街击毙华人嫌疑犯的事件,引发很大争议。 嫌疑人为30岁华裔男子,案发使手持改装A2五步枪,曾两次用凶器刺伤自己的母亲。 警方到现场时,沾满线血的母亲请求警方不要向儿子开枪。 据悉,该社区有大约50多个住户,大部分为华人。 核桃站Walnut Station警员街道多人报警,称一名男子身穿防弹衣背心,手持步枪,在社区街道开火。 当洛杉矶县LA County治安关的代表抵达现场时,发现犯罪嫌疑人手持步枪,正在街道中乱晃。 警方现已公布现场视频,并公布犯罪嫌疑人信息,为30岁的华裔本杰明,秦Benjamin Chin。 根据调查以及现场视频,当时犯罪嫌疑人秦Chin穿着防弹背心,手持步枪向街道中走去,随后他的母亲上前阻止。 秦Chin在社区街道中和母亲发生激烈争执,不但刺伤母亲,还将其推倒在地。 警官称,一刀刺在被捕之后,秦Chin拿着步枪招摇过市,穿梭于社区街道之中。 秦Chin的母亲满手是鲜血地向警员走来,并恳求警员不要向他犯罪嫌疑人开枪。 现场警员随即向犯罪嫌疑人Chin发出了多个指令,命令他将手中的枪丢掉,但秦Chin并未听从警员指令,并继续向主干道走去。 由于现场没有实施交通封闭,两侧均有汽车驶过。 秦Chin一直朝着一辆白色特斯拉方向走去,特斯拉旁边则是一辆警车,车内有一名女警员。 女警员在多次警告其丢掉手中枪后,向犯罪嫌疑人开枪。 远处赶到现场的警察也随之开枪。 几声相响后,秦Chin倒地不起,随后便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,但不久之后就被宣布死亡。 据悉,秦的母亲现年61岁,已经治疗出院。 秦Chin一直和妻子,母亲以及两个姐妹住在一起。 现场警方公布的完整版视频,特别提醒该视频可能会引起你的不适。 有邻居表示,秦Chin看起来像个正常的孩子,平时有看到他出门开车、洗车。 但是在事发当时,他说他不想活了,要杀了所有人。 还有邻居秦,秦Chin的家庭矛盾并非第一次。 现不少人质疑,警方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,犯罪嫌疑人秦Chin虽然手中持枪,且报案人都口述,称有被pointed。 但公布视频中,秦Chin所持枪枪口致始至终都朝向地面,并没有对路人或警察有任何威胁,甚至连举起步枪的动作都没有。 而且,警方公布的视频中并没有第一个开枪女警,完整第一视角,警方是否过度执法,是否有必要击毙秦Chin。 陆山基警察局内务局表示,正在调查这起致命的武力事件,调查结果将会提交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审查。 秦Chin持枪枪口一直向下。 警方人员表示,当时秦Chin手持有A-2-15改装板步枪,同时身上共有两个弹匣,平均每个弹匣中有30发子弹,被认为是极度危险分子。 网友争议,支持开枪。 警号钻石吧的这条街上,住着很多年幼的孩子。 如果一个拿着枪在大街上走的人可以不听警察放下枪,我必须支持警方立即停止他。 警号商人,穿防弹衣,拿着A-2-Rifle,不服从警察的指令,这一系列行为叫做找死。 警号只要0.2秒,他就可以改变枪口的朝向。 警号这当然会击毙啊,如果他发了风随便打人,难道等他打死人才开枪? 无论什么族裔,黑白莫黄,这个case都会被同样对待。 反对开枪。 警号此事如果发生在其他族裔,会发生什么事情? 为什么是华裔,主流媒体就这么安静? 华人应该为自己的权力抗争。 警号公布的视频中,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被记录下枪口朝上或指向任何人。 警号致命威胁的定义是什么? 他对谁有致命威胁? 因为手持枪嘛,前面他最愤怒的时候,他枪指着人的时候都没有开枪,他都理智地朝天射击。 后来的他更冷静,背对警察走着,他威胁谁了? 我不懂这些,但是觉得法律应该有criteria。 就算有威胁,警察开第一枪过后,第二枪是否合法。 警号宪法第二修正案,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,不得予以侵犯。 注意,一个是持有,一个是携带。 携带,只要没有威胁他人生命安全,不应该被击毙,警察应该先疏散居民。 个人认为这件事中,警察滥用无力,开枪的女警应该被起诉。